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網上熱話很多時都成為我跟大家報導的話題 繼之前的你是否生氣了我這個潮雨事件 引發了網上基地討論之後 近日一間位於屯門的刀剎麵店 因為一宗學生優惠的服務爭議事件 又成為了社交媒體的網上熱話 首先在Twist、Facebook IG成為粵華 後來亦都被媒體廣泛報導 其實這個報導應該是該店原本標明 顧客只需要身穿校服就可以享有減兩元優惠 但對年輕的情侶用餐之後 被人質疑是否假扮學生 亦都被店家公開貼圖公審他 引發了一連串的爭執和不愉快 事件被媒體和討論他報導之後 這間刀剎麵店家 Facebook、Google 迅速被網民負評洗版 店家選擇關閉所有社交平台 當然大家首先要搞清楚內龍去脈 到底發生什麼事先去評論 這間位於屯門叫做一品刀剎麵 其實只是一個在康德花園的小店 即是叫做 可能你無論是哪區做事或者生活都好 可能總有一間類似這樣的小店 在你住的地方附近 總有一間在左近 不過這間發生的爭議事件 就是在屯門這間刀剎麵店 主角就是這間刀剎麵店和兩名學生 在三個禮拜前 有兩個學生去麵店吃東西 就是一男一女 當時刀剎麵店在門外放了一個大餐牌 右上角寫著小隻字 寫著每人最低消費40元 但凡穿中學校服的學生 麵餐和飲品可以減兩元 而麵店是有最終的決定權 這兩個學生就去吃 吃的時候可能發現有一個優惠 但埋單的時候就發現店家沒有減給他 質詢店員的時候 就認為對方回應態度惡劣 店家說他當時穿著校服 就分辨不到他是不是真的一個學生 雖然有校章 但確定不到他的學生 於是就不給他優惠 他聲稱是這樣 那對方就見到這個店家的態度惡劣 就上去這個上網 就給最低的一星評價 那這個一星呢 就在哪裏呢 如果大家平時有上Google都會試過的 簡單的說 你現在上網都可以試到的 譬如你打什麼餐廳 譬如假設這間屯門都上面 你打了去之後呢 他就會告訴你這間餐廳在哪裏 這個地址在哪裏 這個地址在哪裏 有一個地圖 然後呢 你按評論 他就可以評價 那大家呢 現在呢 你搜尋都會見到 那些評論呢 全部都是幾年前已經有的了 但最近這些評論 就當然是沒有了 那 那 這兩位學生呢 當時就上網給最低的一星評價 那其實大家知道呢 一星就不是最高啦 五星就是最好的 通常一般人呢 都是 只要你不評論 認為他好的 基本上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二三四星的了 一是呢 就給他最壞 一是呢 你就給五星 甚至乎有很多人 他的理解就是 這些的一星評論就是 只要你不是五星 其實已經是差的 代表你給四星 他已經覺得他有些問題 你才會給四星的 要不是說 你按得的話 你多數是給五星 你才會減 那所以呢 其實去到一星 是一個最低的評價 當然是有問題啦 店主呢 就不知是否 見到 有人給一星呢 於是就玻璃針喔 將那時候呢 學生的面包呢 因為他們那些 通常的餐廳 是有CCTV 有閉路的嘛 於是呢 店主呢 就CAP了這兩個學生 在這個店鋪吃東西的時候 那個CAP圖 就放回上網公審喔 那他身邊的女伴 即是女同學呢 可能看不過眼 那第二天呢 在臨上機之前呢 就再一次去店鋪那裡 那裡 就要求呢 店主呢 將這張照片呢 或者是一個圖 刪除了他 店主呢 就發爛罵他 那麼 就不單止 沒有刪除那張照片 還趕走那女仔 當然當時那張照片 就沒有刪除了 那然後呢 有媒體呢 就關心這件事 越出越大了 那 Channel C的記者呢 也都在之後呢 和當時人呢 第三次就做訪了 應該當時那個女仔 可能回到香港 因為這件事是三個禮拜嘛 那可能那個女仔 不知道飛去哪裡 去玩什麼 總之他回到香港之後 再帶了他另外一個同學 即是呢 一行兩人 連記者呢 一起再去第三次呢 就去到這個店鋪 那麼 店主呢 就 惡死呢 就說呢 食客就沒有話事權 喔 於是呢 見到老闆呢 還發爛罩呢 開把傘就驅趕記者 那麼 這件事呢 就當然呢 受到這個 網上熱烈討論啦 那麼 網面店呢 甚至乎呢 在未刪鋪之前呢 就連回鐵文 就說 全家拿白卡都不怕 那麼他說 全家拿白卡 是說他自己 還是別人呢 不知道 更加呢 就要求市主呢 下季道歉 叩頭認錯 這樣 這個page呢 就出了之後 那麼當然呢 就受到大家 強烈的公審 這間餐廳 這個小店啦 這個刀剎麵店啦 一下子呢 就一夜爆紅了 本身都沒有人認識你 你是一間 即是 地區的店鋪仔 哪有人認識呢 除非你在工作 或者住的街坊 有機會光顧過才知道 本身就不是什麼出名的店鋪 但因為這樣呢 就一夜爆紅了 那麼 網上呢 就大部分的風向和話題呢 都是在XXXY這個 武品的小店啦 他是叫做一品刀剎麵 就被網民改了名叫做武品刀剎麵 其實呢 其實呢 他們呢 在過程裡面呢 也都在評論裡面有反駁的 指出呢 餐廳呢 有設定每人最低消費40元 但是兩個人呢 埋伏只有54元 並稱呢 已經沒有修理最低消費的差價的啦 為什麼呢 更進一步指控呢 這一對情侶呢 就假扮學生 指南方呢 外表就不像學生喔 染過啡色頭髮 和一頭捲髮 也都公開了南方這個片段上面的劇圖啦 在網上呢 評論公審 這個是不是真的學生 那從店家提供的照片來看呢 店主雖然呢 將這個男子的外表呢 就打了格子 但仍然在頭呢 男子身形呢 有這個類似校徽的衣服的 女事主呢 在店家公開照片的做法呢 就覺得極度不滿 之後呢 也都嘗試呢 拍片證明自己的清白的時候呢 被店員的父母就露罵喔 甚至出手推撞 那麼店員的父親呢 甚至用把傘呢 驅趕 就是Channel C的記者 和事主 就是學生 並在過程中呢 就弄傷了事主 那麼事件呢 就被媒體和討論區 廣泛報導之後呢 這個都上面譜的Facebook Openwise Google呢 迅速被網民呢 扶平洗版 店家呢 就選擇呢 關閉所有社交平台 但是呢 最近呢 在社交媒體上面呢 有一個自稱 屯滿一品刀上面的新專頁 其實呢 是4月16號 那就是最近的事來的 內容呢 就是挑撥這個網民的情緒 有種呢 搏鬧的感覺 結果引來呢 大批網民留言 其中有一則呢 就受關注的言論呢 就是 警告所有網絡欺凌者 內容指呢 假如在任何人呢 網絡欺凌這間店舖 好像造成了生意上的損失呢 就會保留法律的追究權利 貼文根強調 你們要這樣 我是不會怕的 你們要玩 我一定奉陪到底 請好字為之 如果不然呢 就發停見 那當然呢 這個新的page 是剛剛新開 到底那些網民惡搞 怕他不死 還是店主真的這麼大支 真的開過新的page 就吵架 和網民互屌呢 就不得而知 但是 總觀整件事來說呢 這一間店舖 就一定是錯了 就是你打開門做生意 無論是怎樣都好 只是一個兩元優惠 又何必要大動乾歌呢 你不給優惠 趕人走 態度差 然後 有 他們的學生 都是小朋友 都是個十幾二十歲 估計一下 中學生 但是記者來 那你也不需要拿把傘去打人 驅趕人家 沒有那麼兇 今時今日 香港是一個文明社會 來的 沒有必要做這些事情 那看回資料呢 就是 這一間店舖 就是三父子經營 應該就是一個 一家人 可能一家人都在那裡做事 其中呢 他們店舖的兩兄弟呢 看回資料 大概十年前 也都被這個 TVB的 好像是心美 小兒的一些飲食節目 就有訪問過的 那看回過往他們的check record 就是看回這個刀上面 那其實呢 他們被人負評 說他們態度差 都不是現在的事 那看回很多 如果你現在上網 都看到他們的評論 有些是幾年前 已經說他們態度差 那到底是不是這間店 過往就是慣犯來的呢 就是呢 一向都是態度差 然後呢 都不怕你的人怎麼說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有此無恐 認為這些媒體就說 那些記者就寫 影響不到我們的生意 那我覺得 在這件事呢 我自己覺得就是兩個層面 第一件事呢 就是你說沒有影響就假的 如果不是 他就不會惡言相向 如果那個新的page 真是他們開的時間 也都不需要兇 那些人說什麼 如果我的生意差了 你要承擔法律責任 要玩就玩下去 那我估計呢 上網的人呢 很多時候都是年輕人為主 而事主被你罵走那兩個 也是學生 那最低限度 那班學生 這兩個學生 身邊的同學 或者他的學校 都會知道 然後透過近期的廣泛報道 相信整個屯門區 或者屯門一帶 整個新界區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有這間餐廳 那他們應該 很大機會不光顧 那如果你是做街坊生意 我相信呢 學生會是你其中一個 在一段時段 我不敢傳譯 可能是午餐 早餐的一些生意來源 我估計呢 一定有一定的影響 那但是 見到網民這樣公審他 那到底這間餐廳 會不會從此就收皮 然後就倒閉 或者被網民唱衰了之後 就玩完呢 又未必 大家知道呢 通常那些餐廳 尤其是那些小店 做街坊生意的話 很多都是老人家 來啦 那在屯門區 我就不確定 是哪個位置 也都沒有去過 那我估計 如果是一個 住宅區的時間 可能都有一定的 老人家啦 有些長者啦 那他們未必會看 社交媒體的喔 他們未必有看到 這些新聞報道的喔 或者更加 不會看討論區 那可能未必知道這間 甚至乎知道的 可能就是 他們跟那些人吵過 不給那些學生吵兩句 那如果他們要光顧 或者貪便 甚至乎貪方便的話 附近又不是很多選擇 那總會光顧的 那我覺得 是不是 他們有錢無恐呢 這些餐廳 你要弄死他 如果他不是太難吃的話 那他總會有人做到生意 總會生存到 如果不是就不會經營那麼多年啦 如果不是的 他以前 態度惡劣那樣 他一早就倒閉了啦 如果態度惡劣 而倒閉的話 那我就覺得 尤其是香港人呢 都頗羨慌啦 講這些事 講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就講完啦 如果沒有再發酵的時間 很快大家又不記得 做這間島上 所以呢 要整死他 也不是單憑網民這樣 攻審他 或者幫學生發聲 而定死了 那當然啦 我的立場 這間餐廳當然是錯得不得了啦 彰顯正義的一個態度 但是我又覺得 很多時候真的催不去的 這些店鋪 大家都知道呢 近年呢 就是 中港兩地的食客都競爭激烈啦 香港的生意 尤其是食店呢 生意就越來越難做的啦 那就是呢 好心那些店鋪 就好好地做好自己啦 香港人呢 已經 被很多外邊的人 尤其是國內的人 批評我們呢 餐廳服務態度差啊 態度惡劣啊 那我們香港人呢 自己就已經受得無數了啦 那不是下下就堅持說 你的東西好吃就自然有幫助 不是這樣的 就是香港的而且確 生意很難做 很多苦主叫苦連天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 有些餐廳 是真的抵扎的 就是你的態度差 又串供供這樣 怕死不休做的 的確是有這樣的問題 尤其是 現在那些人經常說 北上消費啦 你的競爭對手不只是香港 那已經很難做了 那些人經常埋怨 那些人回大陸 不幫助香港 那在這件事之餘 那些店主或者店鋪老闆 不要說正式的事啊 就是正在做生意的 是不是都要檢討一下 自己的那個服務態度呢 不要下下賴殺人家 說那些人回大陸 那為什麼那些人回大陸 總有原因 那大陸有沒有那些 那些態度惡劣的餐廳 不是沒有的啊 那但是 不要理人家先啦 你現在已經是北望神州 競爭者不靜止香港的時間 首先做好自己先啦 不要下下 什麼都好像不關你的事這樣 有些什麼就是人家錯 網民差 態度惡劣 然後呢 就公審我 給一聲負評 我就玻璃心 其實你這樣 到最後的損失在哪裏呢 其實就是你家店鋪 和你的商譽咯 打開門做生意的 你都不看人家 看死你家餐廳啊 何必要這樣做呢 如果你幾副子 真的惡到這樣的話 又真的值得不光顧 那本身不光顧的人 看完這個新聞之後 更加就不會光顧了 但是街坊就自己去評論 究竟幫不光顧這家刀剎麵 如果網上熱話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今集就和大家講到這裏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